注意看迷你世界中的余晖硕硕女孩 她的头发颜色非常特殊 是黄色和红色 并且她最喜欢弹吉他 那么她弹吉他的这个技能 究竟是谁交给她的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好奇吗 众所周知 余晖硕硕女孩非常美丽 如果你也喜欢她 那么请点一个咋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官方大的说 余晖硕硕女孩 她非常的喜欢搞派对 并且她是摇滚派对 而迷你世界中的其他小马保利皮肤 比如说真奇女孩 她就不喜欢派对 她是一个时装设计师 还有紫月女孩 她也不喜欢搞派对 官方大的说 她最喜欢学习 学的是友谊魔法 很显然她不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 那么余晖硕女孩 这个弹吉他的技能 究竟是谁交给她的 今天我和学姐找到了她的老师 其实就是电音天后莎莎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就是此时 电音天后莎莎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她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官方大的说 电音天后莎莎 她是一个最红的歌手 并且她最喜欢搞的事情就是DJ 在她的身上散发的是彩色音符 而这种彩色音符 我们在余晖硕女孩的身上 也看到了相同的彩色音符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余晖硕女孩 她弹吉他的技能 就是跟电音天后莎莎学的 你们知道了吗